我们的历生法门 邀请您一同加入建造佛塔计划 顾持正号1965-8482 1965-8482 顾名中华印经协会 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 正念余生的练习 帮助我们避免吸收毒素 它帮助我们自在地行走 站立工作及应对进退 并提升日常生活的品质 中文字幕提供 感受的练习 帮助我们认知当下的感觉 无论是愉悦的 不愉悦的 或是中性的感觉 中文字幕提供 不正面 我们能避开那些欠自己 与紧张焦虑及忧郁的事物 影像 声音 及想法 如此 也能阻止沮丧 受到这些毒素灌溉 而蔓延 我们可以坐着或躺着练习 我们可以坐着或躺着练习 这种练习能带动身体自然的康复 如果我们以医学处方治疗身体 配合这种放松身体的方式 能帮助我们更快速康复 如果我们可以坐着练习 用正念的能量 认知沮丧的症状 我们便有机会更深入地查看 沮丧的本质及根源 你便知道造成他的静音与原因 认知沮丧的症状 知的意思是我们能够深入到那些心理行为的根源 清楚知道他们的本质 并转化他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且认知沮丧的症状 并引导心去接触那些能够照护和疗愈的清新现象 我们就能去除沮丧 我们就能去除沮丧 当我们练习离时 我们也得到身心的解放与自由 虽然我们的自由 虽然我们的自由还称不上伟大 我们仍可以摆脱许多错误的响韵 分别及偏见 不再像以前那么样的受苦 事实上 我们在生活的当下 有了很大的安详喜乐 寒休的练习 寒休的练习 尤其能帮助我们 处理佛教所说的 内在心结及我直 自成情结 这些束缚 让我们无法活在当下 内在心结 内在心结 就是纠结在深层意识里的一些错觉 压抑恐惧及焦虑 可以束缚我们 并指使我们去做 说或想一些事实上 我们并不真的想做 说或想的事 说 grooming 再次 文货 《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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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缺乏症见 并剥下助长了内在心结的种子 有十个主要的内在心结 贪爱 称恨 无名 自大 猜疑 执着身体为我 极端 极偏见 只取仪式典礼 贪求不朽 极贪求一切恒常 音乐 健康和快乐取决于我们转化这十个束缚的能力 当内在心形呈现时 正念的能量能够认知它们 并深入观察而让我们看见这些纠结的根源 音乐 音乐 通过禅修的目的 通过禅修 我们发现正念与专注两者合在一起 其指心处于一种不动和专注的状态 此时心中没有冲突 没有散乱 时刻绝照并安住于正道 我们发现正念与专注的状态 帮助我们看到一切事物之间的关联和相依性 没有任何现象 任何人能够无因自身并独自存序 此一切事物之一致都是一 fast 都是一于另一件而生起而存序 音乐 音乐的意思是没有一个独立横存的个体 一切事物都在持续不断地变化着 一切事物的本质就是无我 没有个别独立的自我 比如父子并非完全分别独立的实体 父亲存在于儿子 儿子也存在于父亲 儿子是父亲向未来的延续 父亲是儿子向根源的延续 儿子的快乐连接着父亲的快乐 如果父亲不快乐 儿子的快乐也不圆满 音乐 在正念禅修里 低自尊高自尊 以及要将自己等同于别人的想法 都算是病 或者用佛教的话说 就是情节 这三种 这种情节都源于有个独立自我的想法 都是基于傲慢而生 优越的傲慢 低下的傲慢 等同的傲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我们了解新的活动 则禅修就会计 published in the end of the d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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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my body 当我的血液循环不良时 身体就会出现病症 同样的,当心情被压抑而不能循环时 身心疾病的症状就开始出现 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停止压抑 让这些欲望、恐惧、屈辱等心形有机会升起 被认知并转化 这可以藉由禅修发展正念的能量而做到 Zither Harp 每天练习禅修来产生正念 能帮助我们认知、拥抱并转化这些受苦的感觉 Zither Harp 正念是至上的一种能力 单纯地认知某个对象的存在而不采取立场 不做评价 而且不贪爱也不厌恶那个对象 Zither Harp 真正的正面没有紫与笔的风格 这样的境界离禅修初阶段还有一大段距离 但我们绝对可以期待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到那时我们会说 我就是呼吸 心与呼吸之间的区别感开始消失 Zither Harp 通过将心安住在呼吸上 我们保持在当下 正知与正念之中 安住意味着专注于呼吸的感觉上 呼吸的舒缓流动 不仅使心稳定、放松 而且能降低心的散乱 不仅使心稳定、放松 散乱的心不断的诱使人远离内在的稳定、清明与力量 所以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心上 并专注于呼吸 我们凝联系 我们凝聚专注力以培养健全的自我感 完整、完整、完整、平衡、自信与圆融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着传播佛陀绝音的红法佳业 同时也是海淘法师、慈悲智业推广的平台与媒介 透过电视台、五远佛界的传播 方才能将诸山长老、法师的开示 以及南传、汉传、藏传佛教间的交流与活动 提供国内外十方佛子 更让有缘的社会大众 便利地获得佛法资讯 听闻正法、共取正觉 未令如来卑至法水、长流不绝 滋养大地、友情菩提心田 尤其为使海淘法师、慈悲智业各项资讯长久推广 诸如红法、护僧、慈善、放身 以及印证经典、免费素食等慈悲智业 皆得皆由生命电视台的传播之力 无尽传扬、比翼大众 敬邀十方大德、八心护持、共相圣举 以让生命电视台常须诸佛愿心 继续推动如来法轮、往立众生 顾持勤洽各地中心 道场、讲堂、书房 过洽03-989-8686 跨坡帐号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念定光如来、持灾除罪四十节 明镜月、释迦摩尼佛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呈九千兆贝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举办梁皇宝产、孝卿报恩超度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赞江法师、赞同法师共同组法 日期8月9日星期一至8月12日星期四上午8点半开始 中风三十系列超度法会 日期8月13日星期五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互生功德书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大碑观音道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